电话接不停主动联络网络订单客户改单 不是因为生产不及或是无法出单 而是宅配量过大 物流业者无法如期送货 养殖业者表示 疫情宅经济的订购量 已经超过春节期间的销售量 目前由于宅配数量庞大 也被物流业者限定一天只能够宅配实践 可以说是台湾雕塞报网络 疫情期间让游客减少出游 让花莲以观光经济为基础的旅宿业者 纷纷暂时卸业 这在台湾雕养殖业者依赖的全国饭店 餐厅实体业者的销售平台 都停止营业之后 原本应该惨淡业绩的养殖业 却在网路上爆发订单 原因就是大家担心采买时染疫 转而进行网路订购食品 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我们实体通路 包含餐厅饭店 我们几乎是趋近零 因为民众都不敢去聚餐 也不能够聚餐 但是我们的网路购物 以及电话销售成长了一倍 这是民众预期会封城的心理 造成一个抢购的心理 这也间接导致了我们现在物流 因为太多人抢购 都要指定宅配 造成物流的一个瘫痪 但是对养殖台湾雕的业者来说 疫情所转换的宅经济确实是爆料 让网路订单因为物流业者的分流配送 每日限制实践 消费者不断下订单 物流业者无法消化的配送量 台湾雕就像是网路塞爆的飞鱼进退两难 就是说他们货到的时间不一定 然后出货的时间的话 可能收货时间会稍微在等 那这边想要询问 可以的吗 疫情期间的宅经济确实惊人 让养殖业者都无法想象 原本以为实体通路都纷纷歇业之后 会冲击到销售量 但是从疫情爆发之后到6月3号 爆量的宅配订单 让物流业者都必须寄出限定宅配量 让这一波宅配量在网路上 就好像塞爆的网路飞鱼 进退两难 记者林杰受风箱采访报道